歡迎收看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面幾集裡面已經陸續介紹了圓心角、圓周角、圓內角、圓外角還有懸切角 那已經差不多把這個圓的角度的基礎的計算都跟大家介紹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開始幫大家整理一些從我們學過的東西去推論出來的一些進階性的知識 那麼首先就是先收集到我們這個利用弧來去算角或者說利用角去算弧的這個過程 我們來看這裡 所以說如果今天我能夠在圖形上面找到相同的圓心角的話 那麼它對到的如果說兩個圓心角角度一樣大的話 那它對的弧就會是一樣的弧 如果這個弧一樣的話那麼在同一個圓上面等弧就會對到一樣長的弦 那一樣長的弦就會對到一樣長的弦心句 可以嗎 那所以這個 等圓周角對等弧也一樣 等於選切腳也會對等弧 可以嗎 那其實我們還有在一個情況下會對到等弧 我們前面已經 這個證明過了 怎麼樣的情況下我們會有等弧呢 就是在圓裡面的平行線 平行線就會解等弧 平行線就會解等弧 他會把這個圓 這樣這個弧會和這個弧一樣 一樣大 那所以他解出來的當然也就會是這個等弦 平行線解等弧 那我們還會在哪裡的時候看到等弧呢 我們這個推論都可以反過來 你看我這個都雙向箭頭 換句話說如果我知道有等弦心句 我知道兩條弦的弦心句一樣 那他就會是一樣的弦 他一樣的弦 他的弧也會一樣 那他們所對到的圓周角 旋切腳和圓形腳也就都會一樣 我們在某個情況下也會看到等弧和等弦 在什麼情況下呢 就是弦心句 也就是說弦的垂線 弦心句這條線呢 他會把這個弧和弦等分 他會等分出等弧和等弦 對不對 你就說如果我有一個圓 那麼這個圓呢 上面有一條弦的話 這是圓心 這條線 這條線會把這個弦切成兩段一樣長 而且也會把這個弧切成兩段一樣長 可以嗎 他會等分弦 也會等分弧 那就是我們把前面學習的東西 稍微整理一下 那麼來看一下 上面講是相等 如果不相等呢 越大的圓心腳 圓周角的弦切腳就會對到越大的弧 越大的弧所對到的弦就會越長 越長的弦 那我們在這裡指的這個弧都是指裂弧那個部分 那裂弧那個部分如果越大 他對到的弦就會越長 他弦越長的話 弦心句就會越短 反過來說 弦心句越短的 弦就越長 他就越靠近圓心嘛 對 越靠近圓心 然後越 長度越接近直徑嘛 那他就會對到比較大的弧 那他就會有比較大的 圓心腳 圓周腳 和弦切腳 那這個 這一集主要要先教大家就是整理這個姿勢 所以你可以把它抄到你的筆記本上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之前所留下來的一些作業 有一些還蠻值得一教的問題 比如說像這一題 他說在圖形上面有一個扇形 這個扇形上有一點P 這點P顯然不是很特別的一點 他是隨意的一點P 如果這個腳APB的角度是155度的話 他要問你這個圓心腳AOB 這個腳會是幾度 那你看他在題目裡小小提示你 這個是圓心腳 因為這是一個扇形嘛 那這是圓心腳 問你說如果這個155度是多少 這一題為什麼很值得教呢 那不是說他就是多麼了不起啦 而是說 透過這一題我們可以讓學生了解到一個推論時候的小小的技巧 也是一個重點就是 補完整個圓 如果你看到他只有一個弧 我們前面就一直在講 我們接下來所介紹到講到弧 就一定是圓弧 講到扇形就是指圓的扇形 那 在國中幾乎都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個弧 看到一個扇形的話 請你把它補完 OK 你補完這個 這個圓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這個腳 這個批點呢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腳 這個也值得問學生 那個也會有拿不出來 他是圓周腳 為什麼打不出來 因為他實在太擠在邊邊 我如果跟你說 我如果跟你說 這是一個圓 我如果跟你說這是圓周腳的話 你就很容易接受 我說這是圓周腳 你很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我 如果我說 這個圓周腳 這是一個圓周腳 有沒有 因為擠在太邊邊 所以大家就比較不容易想到說 欸 這竟然是一個圓周腳 他是啦 那這個 這個圓比這個圓 圓多了 因為我畫這個圓的時候 是看著紙張畫的 所以有時候你們看到我 圓畫的很不準 請原諒我 因為我要看 那個鏡頭 我就沒有辦法把圓畫很準 所以這個P是圓周腳 那如果今天老師要給學生提示 除了你直接提示他把這個圓補起來 你可以提示他另外一點 你可以跟他說這個 其實在這個扇形上面 任何一個位置點出來的P 都應該 既然題目說這個P是 這個腳P是155 在這個扇形上任何一個P點 點出來應該都是155 因為他們所夾的弧 都會是同一段 這一段 這麼大的這一段 可以嗎 夾的是這麼大的一段 那所以說啊 這個 如果我今天在這裡 為了命名方便取一點Q 所以說腳 那個弧AQB 也就是這個U弧這邊 那這個U弧呢 就應該會是這個圓周腳的兩倍 所以他其實應該是兩倍的腳APB 也就是310 那麼也就是 扶APB 其實只有50度 也就是腳AOB 可以嗎 所以這個 這個是50度 不知道你們在作業的時候有沒有做對呢 好 接著來看這一題也是作業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圓 三個頂點都在圓上 然後說O D會垂直 A C 那跟你講這個60 然後說這個36度 然後問你這樣子的話 腳BOD 他最後問的是開開的這個腳 腳BOD 那這樣子要怎麼做 那其實這題用到我剛才才跟大家整理的一個姿勢 雖然是剛才才整理的 但是我們本來就要會 什麼樣的姿勢呢 你看喔 這裡 36度對不對 好 我現在不是要講這個姿勢 等一下才要講 這裡是36度對不對 36度對過來這裡其實應該幾度 這個72嗎 對不對 這個72 這個60 這裡對過來應該幾度 120嗎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不難去發現這一點 就是說 這個A株C呢 其實就是360減這兩個 那或者說你把這個腳 把腳ABC算出來成兩倍 也會一樣 所以腳F A株C OK 那得到這個有什麼用 我們都知道說如果我要取AO株的話 我要這個 我們前面一直不斷在講 你只要在圓裡面看到腳 你就要去想他對哪個弧呢 他對的是這個弧 他對的是這個弧 我知道這個72 我不知道這個 那我們剛剛說的這整個是168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有整理到的一個知識 也是我們本來就應該要會的 下面這個150 也就是我們本來就應該會的一個知識 就是說這個 玄心距 有沒有這圓心 這是玄 這裡垂直 對不對 這一條線切下來 其實這段會等於這一段 而且這個弧也會等於這個弧 所以其實C珠弧 它是1 2分之1的 A珠C 84度 然後原因就是因為這條是半徑 它是全心距 然後呢 因為這個是84之道的 所以 腳BO珠 就會是 B C珠 就會是84加72 156 再來看一樣是之前的作業 來看這一題 這個 他寫 AB是圓歐的直徑 然後CD 也在圓上面 然後說AC是7 BC是12 A珠是15 球B珠 那這一題其實考驗大家一個能力 就是自己做圖 自己要畫 你如果圖畫出來 大概就對一半了 我不是說這樣我就要給對半 而是說你大概就會寫了啦 AB是直徑 A AC是7 BC是24 所以大概C很靠近A吧 然後A珠是15 這個珠你不知道該點哪裡隨便點 反正最後算出來會對就對齁 這題我剛說要考驗你自己做圖的能力啊 那除了自己做圖的能力之外 他在考什麼 你有沒有看出來啊 你有沒有看出來啊 我們把該標的標一標吧 這一條是7 這一條是24 這一條是15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租在這邊 你租為什麼不畫這邊 沒有啦我是變化的 也就是說豬也有可能在這邊啊 只是我畫在這邊就會很醜嘛 那我剛才說齁 其實即便你的豬的位置畫錯了 你等一下 你知道怎麼算 等一下算出來 對了也就對了啦 那個豬點的位置不講究 OK 然後咧 這樣你有沒有看出來還要做什麼 其實也是要了啦 什麼 這個 圓周上認一點 到直徑兩端夾指甲 好你看到7跟24嘛 然後 如果你還稍微有點印象 你就可以想到 對 這個是直角耶 所以其實他的直徑是25 我們再寫一次齁 圓周上認一點 到直徑兩端夾指甲 那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教 A C B是90度 所以 所以AB線段是25度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也去連接B珠的話 他就問B珠嘛 所以你也不可能不連啊 連來看看齁 所以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其實角A珠B 也是90啊 1525這個20啦 3比4比5 好 不是25度 25度 25度 這樣子啦 你自己做 有沒有做對呢 來看 這個是上一集的作業 我現在把一個圓 折下來 折下來讓圓周上的P點 剛好跌到圓心 那我產生了一條折線AB 他最後問你的是 請問B珠的弧度 喔這樣就可以問弧度 真的假的 問你B珠的弧度 Y 怎麼做 那很久以前 我講過這件事情 也許我們在幾何的領域 裡面已經很久沒講這句話了 如果你不確定 你一眼看不出答案 你就怎麼樣 色位之數 我設他的半徑是R 可以吧 這很常見吧 我如果設他的半徑是R的話 那麼這一段 因為他對折 這個對折 就是軸對稱 AB是對稱軸 軸對稱代表說 對稱軸是 這兩個就是對稱點 是這兩個對稱點的中垂線 所以上面會跟下面一樣長 那我知道你可能一眼就看出來 上面會跟下面一樣長 我只是說明這個道理 順便讓你學這個道理 因為他會應用到別的問題上 所以老師也可以就是 多講解一點 你不一定要只是教這一題 我們是利用這一題來去學一些 值得學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的折 折下來的折點是M 那麼PM 就是二分之R 然後MO也是二分之R 到這裡沒問題 那然後呢 重點其實在這個步驟 就跟做那個玄心劇的時候一樣 重點其實是OB這條連起來就會是R 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做法 比如說第一步 連接OB 連接OB 射半徑是R 折 PM 等於OM 等於二分之R 好像PM沒有用 但是算了 寫了就寫了 那 我說這個PM沒有用 好 拿這句話給你當提示 所以我要怎麼講 我要怎麼應該說 我要怎麼回答他的問題 對不對 看出來 看出來的嗎 三角形 這個 BOM中 我看 我們剛剛講 他AB是OP的垂直平分線 所以他不但平分了 而且還又垂直了 可以嗎 那麼 所以那個BOM裡面呢 他是直角三角形 然後 斜邊長是1比2 叫 MOB MBO 是30度 畫在這裡 畫在這裡 可以嗎 那 我們把剛剛那句話 為什麼一直講錯 因為我一直想著 我要寫剛剛那句話 就是這個 OP是 軸對稱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句 折疊就是軸對稱 所以OP 既然P折下來是O 所以他是軸對稱 圖形 他的對稱軸AB 會是OP線段的中垂線 所以既會垂直又會平分 所以這段是二分之R 所以這裡是直角 這樣子 這樣子 可以嗎 那我知道MBO是30度 欸還沒有解決呢 他不是問我這個弧度嗎 那BD弧的弧度 就會是這個角BOD 啊 那角BOD就會是角 MBO MBO 因為是平行線 這兩條是平行的 平行線 對內處角箱等 OK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是平行線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平行線 因為這個圖形上面這裡相切 因為圖形上這裡相切 然後它折下來嘛 所以這一條會跟這一條 因為相切所以這裡是垂直的 然後因為它折下來 我們剛說這裡是直角 所以這兩條線是對 同樣都對OP是垂直 所以他們兩條就是平行 平行線的定義 對不對 兩條直線如果垂直於同一條線的話 他們兩條都垂直 所以AB有垂直CD 那其實應該要 其實題目應該要稍微再說明一下 這裡是相切 對 好接下來來看下面這一題 這也是那個作業的問題 那我很喜歡這種問題 就是它問你說怎麼樣做圖才會對 考驗你們對做圖知識的了解 同時它也考驗一點 就是說你看到文字敘述的時候呢 你能不能夠想像出它是怎麼做的 或者你可不可以像我這樣子 快速的畫一個簡圖 就是去畫出來它是怎麼做的 然後再來看它講的對不對 它要你在 它要你在這個 它說三角形ABC 三個頂點都在圓周上 然後已經畫給你 腳B是直角了 然後它要你試著怎麼樣呢 在BC的弧上面 找到一點P 使得這一點P 某一點P 你看這裡有一點P 這裡有一點P 找到一點P呢 在BC弧上找一點P 使得BP弧會等於CP弧 這兩個弧會一樣 也就是說你這個P 會是這個弧的中間點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問你下面哪一個做法是正確的 假說 我們來看 他在BC終點 取出來租 過租做直線平行AC 交BC與P 這樣對還是不對 以說 他取了AC的終點 一 然後過一做直線平行AB 然後交BC與P 這樣是對還是不對 那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呢 那我們剛才 我已經把這個圖畫出來了 圖有長將 假作的話 他是先取 BC終點珠 然後做AC平行線 這樣子交到這點P不會是 怎麼樣才會是 如果他今天不是去 平行AC的話 他是直接垂直 BC 或者平行AB 因為AB本身就是直角 所以他假如平行AB也會垂直BC 那因為他是終點 又垂直 就是中垂線 也就是我們講那個玄心句的那條線 玄的中垂線呢 他會平分這個玄 也會平分 對 他平分玄也會平分弧 這樣子垂下來的這點P才會是 那所以假的這個做法是不對的 那椅的做法呢 椅的做法在看之下 好像他做的事情跟BC沒什麼關係 他取到AC的終點 他不是取BC終點 他取AC終點 然後他去平行AB 可是呢 因為這裡直角 所以其實AC是直徑 你要看出這點 AC是直徑 所以其實呢 1就是圓形 然後我們剛剛講了嘛 這裡垂直嘛 所以他平行AB下來的話 他也是垂直的 那從圓形對這個 選做垂直線 所以這條就是所謂的選心句 那他就會平分弧 所以呢這個P齁 用以了這個做法就會對 可以嗎 可以嗎